- 大家好歡迎收看WeirSoulTime 我們是Well 今天9月27號就到禮拜二了 那今天我們依然就是要講大空投 因為今年到明年 我們很有可能就是不斷的大空投 大空投大空投 那我們說大空投熊市我們來做空 然後那在即使大跌崩盤的話 其實我們照樣賺 那今天其實我們是比較 沒有太大的一個就是 這個這個獲利的增幅 因為今天的這個盤勢是有一點 稍微的緩步 就是有一點小幅的反彈對不對 但是我們知道說 昨天的這個大跌 其實我們昨天算是在很多人 都不知所措的時候 那其實我們還是在大賺特賺 那還是讓大家在一開始的時候 就先看一下說 我們目前就是綠色這邊 全部都是榮券賣出 我們這邊目前大部分 我們目前的部位 都是在做空的這個部分 那其實也去再提醒大家說 大家有些有在看我們節目 或者加我們Line Telegram 會知道說其實我們做空是從9月初 大概9月5號才去佈這些空單的 那其實就是一個月不到的時間 就是少折10% 10幾% 那其實好幾檔都來到20幾% 甚至到25% 像這個AES立基25% 威風電子差不多25% 那如果說大家覺得說 在一個月之內 在這個股市那麼震盪 去大跌的下沙的這個環境下 然後我們還可以有 120%的這些獲利是還不錯的話呢 請千萬不要忘記 就是在影片的下方 可以幫我們按一下讚以外呢 那你們對於我們的個股 或者是你們自己的個股 或者是任何的 這個有關於投資交易的 任何的問題或想法 也請在影片的下方 可以幫我們留言 那也千萬不要忘記 加我們的Line跟Telegram 這樣每天在盤前盤中盤後 才可以及時有效的去收到一些 我們所去傳給大家一些精簡 有關於台股 甚至是國際金融市場的一些訊息 那這邊的每檔個股 其實我們過去幾天 其實前面幾個禮拜 都是有一一的把它拿出來講說 為什麼我們要去做空這樣子 那當然像這邊事實上大家看一下說 前面的這些持股 就是昨天的這個我們的績效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就是說昨天呢 其實是大盤大跌的時候 其實昨天我們的持股裡面 抓到了我們全部做空 然後我們抓到了四檔 四檔跌停 然後有五檔跌了8%以上 然後一大串就是跌了5到7%這樣子 那當然昨天其實 大家有加我Line跟Telegram的話 就會收到訊息 我們每天盤前盤中盤後 都會傳送一些市場資訊給大家 那我們就有提到說 其實昨天呢 在這個市場大跌 然後很多一些個股去破跌的時候 其實如果說 昨晚的美股到今天 到接下來一兩天 如果說盤市是有一個 處於一個瞎幅震盪 甚至有一個微幅的小幅的反彈的話呢 其實都不是讓我們去做多飯 而是讓我們做空的 可以有機會 可以就是把這個部位暫時的獲利了解 然後再試機再重新進場 那如果說今天早上 我們昨天做這些空單 今天早盤的時候 今天早盤這邊大 今天這是今天的這些股票的一個 最後收盤的狀況 其實大部分都有一個 蠻大幅度的一個反彈 那如果早盤的時候呢 其實把大部分 就是說 我們用昨天講的策略 就是把大部分這些 做空的個股去獲利了解 然後那在今天的尾盤 甚至明天後天 再去不一次空單進去的話 那這樣的績效 相信就是更為理想 因為今天這個反彈回來的 這一個這一個幅度呢 我們的原本的獲利的績效 就不會被 就不會倒吐回去嘛 那當然因為前面看到說 我們的績效其實 我們主要節目效果 希望說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我們我們 我們獲利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在做空的部分呢 我們就沒有辦法 那麼頻繁的去進出 我們就大概預計是 大概獲利到差不多 二三十%左右 我們才會去獲利了結 出場的衝進 要不然呢 其實正常我們其實 就是做空的話 其實我們通常就是獲利 10%到20% 應該是10%會比較好的時候 我們就會時機比較好的時候 我們就 甚至像剛才提到說 昨天啊今天早上 這開盤以後呢 就是我們就會獲利了結 好像就重進 那其實這樣獲利就會是更好的 如果說大家聽不懂 我這一段在講什麼的話呢 可以 呃其實我們之前的LINE的祭司本 又LINE 右上角的這個祭司本裡面都有提到 然後我們前幾天的這個影片裡面 也有一支提到說 就是做空我們不能一個單一直長暴 一定是要進出進出 這樣才能讓這個獲利累積去加成 然後也去避開一些所謂的 這個反彈的一些波段 那如果說這樣 大家還是不了解 請千萬加我的LINE 跟Telegram隨時私訊我以外呢 或在影片的下方可以留言問說 欸就是針對哪一個 哪一個地方有什麼疑問這樣 然後千萬不要忘記 在影片的下方可以幫我們按一下讚 那我也非常感謝你們 那這邊也是讓大家知道說 像這個是就是我那個LINE群組的後台的 這個對話紀錄嗎 像其實每天就是會有一些 這個觀眾朋友呢 就是加入群組以後啊 然後都會有一些私訊來問一些 個股的問題啊 問一些這個大盤市場的狀況 那其實我們我自己本人呢 都會盡力的去把每一個人的問題 然後用心的求回覆 比如說這上面大家可以看到說 欸這位投資朋友 他有問到說像什麼齊鴻啊 漢磊啊台辦啊金頂 其實我就是一檔一檔進去看他們的技術 跟這個籌碼面 然後來決定說欸這幾檔 目前其實不是不適合做空的一些理由 然後一一的去做一個回覆 那當然其他就是有更多訊息 然後後續就可以分享給大家 這邊主要是跟大家講說 就是你們不管是在影片的下方的訊息呢 或者是你們透過LINE 加群組的任何的問題或想法呢 其實我們都不是就是說 欸就是跟機器人對談 我們都會非常認真的去跟你們交流 然後去回覆你們 然後也希望說是有實質的幫助的這樣子 那畢竟就是加LINE跟Telegram也是不用錢的嘛 對不對 在影片下方留言問問題就是不用錢 所以就是何樂不為對不對 然後還是一樣 請不要忘記在影片下方幫我們按一下讚喔 會非常感謝你們 那今天我們特別提到一檔 今天這個找盤的時候其實還蠻多股票跌 但是尾盤以後其實有蠻多股票漲回來 甚至就是剛才前面看到有一個波段的一個 有一個幅度的一個反彈 那像以康普來講今天盤中的時候 其實一度跌到又跌到快5% 算是跌幅比較重 在盤中的時候 那我們把它拉出來看 這一道也是我們做空的個股 那其實它今年呢 它整個下跌的波段其實大概跌了差不多6折左右而已 其實不算特別多 因為今年其實很多股票都已經腰斬 甚至已經打了兩三折 那其實康普才打6折其實算是還好 但是呢 再來的話就是說它其實今年的下跌波段裡面 它的起伏 它每一次起伏 然後起伏其實都是比較大的 這個波動其實是比較大 這個是對於做空是比較不利 不利的 但是比較好就是說 它隨著這個大盤的走勢 它還算是蠻有規律的去做一個上下擺動 那這是比較有利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看到康普最近我們去做空 它也是差不多在9月5號 這邊有個藍色十字這邊殺下來以後 那其實我們這邊提到說 它在七八月的時候呢 整個大盤在反彈 但是它卻彈不太上去 然後後來到這個八月下半的時候 它上攻 然後收了非常長的上影線 然後再帶量上攻 然後但是 最後大家看到 這邊有一個這個垂直的K棒 垂直的K棒 然後它最後就是 呈現一個亮縮 就是攻不上去以後 所以最後就呈現一個這個亮縮轉弱 亮縮壓回的一個狀況 然後其實我們大概在9月5號 這邊的這個K棒呢 再看到說它的五日均線 跟所有的均線 開始這個反轉 然後進行一個死亡交叉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可以決定 在那時候在130左右 我們就可以決定要空進去 那當然我們不是只看均線跟K棒 還有量能 我們也看說 像右邊的這個主力籌碼 是持續在賣草 主力在落跑 籌碼在鬆鬥 然後右下方這個KD指標 也是死亡交叉鈍化向下 然後大戶籌碼 右下方這邊也是持續減碼 所以整體籌碼 跟這個技術面來看 它都是很有可能在9月初的時候 我們認為會隨著大盤持續下殺 那如果說那時候做空進去的話 其實到現在又是一個25% 230% 但是我們是比較稍微晚一點 所以到目前為止 我們做空Comp 也有差不多20%左右的獲利 也算是一個 蠻成功的例子 可以分享給大家 那如果說大家還是一樣 任何的問題任何的不懂 所以是師兄我們的LINE OK 那再跟大家回顧一下 目前美元指數是來到113 算是一個危機的一個 已經突破一個危機的領界點 就是美元指數只要過去呢 只要突破100就是過高 那突破110 就是已經來到一個危機的一個 突破一個危機的一個 一個門檻了 就是說我們看到過去突破 每美元指數來到110以上 是在這個2000年這個 .com這個科技危機 這個金融危機 那個.com崩盤的這個時候 那目前就是來到 在最右邊那邊 它的一個爆充 現在已經來到113 那美元指數一直大漲呢 這邊提到 大摩JP 這個Morgan Stanley也講說 美元飆升最終會引爆金融危機 金融或經濟危機 因為美元指數一直漲 就會導致說 其他相對貨幣就會一直貶值 那對台股就會怎樣 外資就會一直不斷瘋狂的 匯出台股市場 匯出韓股 匯出日股 就像是昨天 整個亞洲股市大瘋盤一樣 那另外我們看到說 目前台灣這個CCI 這個Consumer Confidence Index 就是消費者信心指數呢 也來到一個13年的新低 就代表說 台灣現在的消費者信心 算是非常的低落 再加上說 我們看到新聞說 化解風險資產抛售加劇 全球衰退幾率已經攀上98% 也就是說幾乎是百分之百會 經濟衰退 那我們今天呢 可以去關注的市場 這個資訊數據呢 就是美國8月耐久財訂單 還有新屋銷售數據以外 今天也會有這個 美國FOMC 這個投票委員 發表台文化 克里夫蘭聯準會的總裁跟 剩路一連準會的總裁 我們晚上也可以持續關注 對大盤的動向 那這邊幾點呢 就是每天不斷的反覆提醒大家說 目前連續不斷大幅升息 就是拉崩股市 那全球經濟就是已經正在衰退 然後通膨是在持續惡化 然後二屋戰爭也是還在持續升級 中美爭端也是還在持續加溫 所以呢大空投至少會延續到明年 甚至到後年 那差別只是在說 我們在空投的時候 要怎麼樣去 做多的要去踩到 踩對這個反彈的波段 夠長夠穩 夠反彈幅度夠大的這個波段以外呢 就是我們要怎麼樣去做空 那大家從馬面來看 右下角這邊 這個外資從八月中 一直到現在整個九月 都持續在連續進賣超 還沒有轉正的這個跡象 那今天昨天的沙盤以後呢 今天台股大盤收了一根十字紅黑 那是小幅反彈0.35% 然後成交量能下縮 縮減到1900億左右 所以我們看到目前是整個已經 差不多1700點從反彈 轉弱這個高點殺下來 然後外資是連續賣超 主力持續繞跑 KD指標持續轉弱 低檔動化 那我們看到主要全值股台積電 聯發科鴻海聯電 都還是在關鍵加位之下 那比較值得注意的呢 就是說 這個聯發科呢 又跌破了 又破底了 破了600 OK 聯發科目前是在568 所以導致說最近這個IC設計 其實又再進一步的去走弱 那也有利於我們做空一些IC設計的類股 然後再來大家可以去注意就是說 聯電 它現在也來到37.3頁 即將要跌破 前低 那這都是非常不妙的事情 那今天但是今天呢 台股卻還有七成股票上漲 那應該還是一樣 就是國安基金幕後黑手在護盤 但是能護多久呢 我們就要把握這個機會對不對 就是還手上還有一些多單的 就是停力停損要把握機會 那做空的就是我們趁這個機會去進出 去調整這個部位要把握機會 那我們最後看一下說影響台股比較多 廢半指數它本來我們以為會反彈 但是它昨天其實又收了一根 右下角那邊破底以後 滿醜的一根這個黑K 然後帶上影線 那今天晚上就非常是關鍵 就是說它到底會不會有一個小波段的反彈 或持續下殺呢 我們基本上可以關注 那以納斯達克來看 我們前面講說它N字形下殺 然後殺破那個支撐以後 就會很快速的下殺 那目前也是呈現一個這樣的狀況 它昨天這個收下影線的這個K棒 上週五收下影線的這個K棒 昨天沒有反彈 那又收了一個很常的上影線 所以目前其實就是多空不明 那當然就是震盪偏空的一個狀況 那大家就還是一樣要特別小心 前面提到說做空的這個策略 還有就是做多的停力停損的部分 那當然還是一樣 因為節目時間的關係 我們能講的比較有限 還是請大家不要忘記 叫我的LINE跟Telegram 在影片的下方的這個資訊欄 或者會有下次選單 然後有LINE跟Telegram的連結 可以去加入以外呢 也請千萬千萬不要忘記幫我們按一下讚 然後在影片的下方 可以留下任何你們的想法或問題 然後我們都一定會回覆喔 那下次見喔掰掰